二胎时代是北京卫视推出的一档综艺节目 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完全响应了国家政策 二胎开放了 可三口之家是不是真的做好了 向四口之家转变的准备呢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这也是由于8090后这代如今的父母主力 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对多子女家庭概念 无论深入还是浅出 脑海中都比较模糊 当然整体刻画中二胎时代还是主打温情 利用素人孩子空降到明星家庭中发生的一系列改变 碰撞来说明问题 这个创意都值得满分 如今涉及到幼儿的节目 基本都要强调素人元素 利用好了会更吸引 利用不好却会很感客 不少综艺都是因此而栽了跟头 二胎时代却把看起来弱势的点转化为 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既有高深的悦儿策略和知识 又格外接地气 孩子们更是收获了诸多观众满意的喜爱 同样的一提 一万个人来做会有一万种风貌 该综艺确实好看 这种直观的感觉又因何而生呢 比如怎样保证大宝不会极度生气 分享这一概念的推广要如何进行 一旦两个孩子发生矛盾究竟应该如何解决 其实每家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当然孩子的性格特色也完全不同 所以观众们都可以对号入座 基本确保所有人都能有所收获 参与的明星自己同样感悟颇深 最终的人员名单为曹颖王班夫妇 潘长江潘未妇女 杨威杨云夫妇 夏克丽皇家谦夫妇 从根本上确保最大概率的包括了普通观众 所可能面临的带娃人员组成模式 二胎时代确实是综艺节目中的一股清流 其实如果想吸引观众眼球 一些设定好的情境完全可以运用 比如大量制造明星孩子 跟素人孩子之间的矛盾 再利用舆论风向 让观众们品评明星在其中的表现 看他们是出于本能更加维护自己的孩子 还是因为录节目而更照顾素人孩子 又或者可以用带娃过程中 心态崩溃等情节营造类点 但节目组全都没有 不仅孩子们毫无表演痕迹 大人的爱更是由内而外 自然生发 利用明快轻松的节奏和自然笑点 吸引年轻观众 可能会有人觉得涉及到二胎肯定受众 都是已经成家的人 年岁稍长 不可能得到年轻人的关注 其实如今大部分人都很有忧患意识 也愿意提前接触今后可能面临的生活情境 以期做出调整准备 所以掌握好节奏加上自然不做作的笑点 让年轻人爱看并非没有可能 大道理谁都懂 却往往谁都不愿意听 说教永远都比不上 实际情境有说服力 把新闻采访穿插在节目中 一方面可以紧贴实际 实时反映观众状态 另一方面也极易引发同理心 当有相同观点出现时 那种认同感无可比拟 这也是增加观众对节目黏性的重要砝码 综艺确实不少 能引发热议的也占据多数 但真正做到寓教娱乐 及观众之所需的却是凤毛麟角 有意义的创新才能被观众感知感动 二胎时代堪称我国原创综艺节目中 里程碑式的存在